黄帕欧萍近日推出新书 但没想到在新书上市第一天 他就发文透露自己跑到屏东演讲时 搭计程车不小心遭到沙石车追撞 造成计程车左侧车尾严重凹陷 他跟经纪人在当下直接在路上喷飞半圈 还甩进隔壁车道 因为追撞力道过大 他的经纪人头部也受到撞击 索性意识清醒 男人也没有明显外伤 只是计程车的玻璃跟车尾几乎全毁 让他下车的时候还是吓了一大跳 同时他也和粉丝透露 自己的伤势不算太严重 现在状况很好 意识清醒 只有额头擦伤 和右手臂肌肉酸痛 而他也带着伤势 完成长达90分钟的演讲 可说是相当敬业 他也在连写人 他在乕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